蒸馏就是艺术 准备五斤草莓 加入纯净水把草莓洗干净 卷用新鲜的草莓不能有腐烂的 洗净后喷上高度酒杀菌消毒 这里可以多喷一点防止感染杀菌 去掉果地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把草莓抓成草莓泥的状态 加入1500毫升纯净水 目前的状态是比较稠的 加入0.1克果胶莓 0.2克胶压硫酸钾 搅拌后草莓油浓稠状态 瞬间变为清脂状态 装入提前消毒好的发酵罐中 加入果酒酵母 加入白砂糖提高酒精度 把糖度调整为20度左右 这样出来的发酵酒大概为12度 口感最佳 发酵一天后果肉上浮 两个消毒好的器具 把果肉压下去搅匀 两小时后果肉再次上浮 取出果肉 只留草莓清脂 发酵12天后就可以取出草莓酒了 一共是多出了2500毫升的草莓酒 把这个酒底的倒入高压锅蒸馏成白酒 我们来检测一下它的甲醇含量 看看是否超标 连接我自制的冷凝器 开始蒸馏 接出草莓白烂地后 测气甲醇含量大概为 每升1.2克左右 甲醇含量有点高 把草莓酒放入锅内 隔水加热 去除甲醇 放入温度计 监测温度 开始加热 加热到64.7度以上 是甲醇沸桶 草莓酒内有小气泡冒出 加热至70度时关火 让草莓酒在70度的水中浸泡15分钟 浸泡完成后 取出草莓酒放凉 这样一款外观亮丽 酒精度为12度的草莓干线酒 就制作完成了 倒一杯尝尝味 酒体干净 没有任何杂质 先喝一口 有点像草莓味的葡萄酒那种感觉 太好喝了